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檢查廣播器 檢查ID 檢查消防水袋 檢查滅火器 檢查逃生窗口 檢查反向機 火警測試 檢查滅火器 檢查成縣 檢查通訊 一個叫做直線兩用 苗子 直線兩用 那什麼叫直線 那剛剛影片中講的壓力啊 它講壓力值呢 我在升旗也會跟詩詣導 讓現在先跟老師講一下 通常就是這兩個步驟 趴下 掩護 穩住就是趴在那個躲在舟子下面 如果各位在室外有書包的狀況的話 要怎麼做 第一個很簡單的案子 直接蹲下 把書包放在頭上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 地震地震這樣才行 躲到桌子下面 就是做這樣子 地震地震全校師生請立即 就地避難遠路 同時各班要做到爬下遠路穩住 地震稍先 我請各班依我們規劃的避難路線 至時租三 地震全校師生請立即就地避難遠路 地震雙學習各班規劃的路線 進行避難西塞 進行避難西塞 地震雙學習各班規劃的路線 進行避難西塞 所以我們看幾個問題 大概正題來 在高中族有過一班級 沒有關正 現在 教官先把待會正式免練的遊程 跟各位同學在提起一面 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地震發生的時候 這邊會風波 同時各班要做到爬下遠路穩住 並避免在超過旁邊及投影機下巴 地震警報 有數很多地震地震 請全校師生 避及就地避難遠路 請雙手握住脫腳 村手趴下遠路穩住三個圓者 地震上學請各班規劃的路線 近期避難疏散 請同學與蘇巴保護頭部 按照顧與不考不推三個原則 在師長引導下到我們的集合點集合 關閉 關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每年的9月21号是台湾的国家防灾日 因此浦门中学配合教育宣导 在这一天来进行防灾的演练 而在当天还有军方以及消防单位 也都到浦中来协助指导